本地人教你吃 李斯本葡萄店推介 早餐吃 午餐吃 下午茶吃 宵夜吃 葡萄牙人熱愛葡萄的程度 比香港人更厲害 不過 之前聽人說葡萄牙的葡萄是不好吃的 因為很多地方吃葡萄都是冰冰的 又好甜 好漿 我這次來到葡萄牙 就會展開這個 沉爪絕世葡萄之旅 看看我找到什麼好吃的葡萄 這是老店熱愛葡萄的第一個葡萄 其實說真的 一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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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相不太討好 而且是冬冰冰的 因為這裡比較小的葡萄 他們燒了焗爛的葡萄 經常都放在一個葡萄裡面 沒有汽茶 那些地方都是照樣吃 冬冰冰也覺得很美味 我吃的時候呢 會吸收那些 漿糊入口 他吃之前呢 還要加些 貴品 和航廂 在上面 甜上加甜 甜到滑口 一會去下一集 好 大家好 我推薦Montaguayra 因為他們在里斯坦中 我覺得他們比較甜 比原本的 他們也很美味 他們很美味 這間呢 就是本地人經常都會來朝聖的葡萄店之一 貴味很強 口感呢 這間就沒有其他 或是這麼漿糊 也沒有這麼甜 我覺得 如果對比其他的話 不錯 很好吃 這間的皮 非常之香 和酥 我想我會推薦口菇 快到了 到了到了 好美 這間不說呢 以為是藝術店 我會推薦 謝謝 我覺得是最靚仔的 很明顯 很明顯 好像我們平時的酒桃 吃下去第一口呢 Fraways 我覺得這個葡萄店底層的位置 是它的皮是最脆的 我喜歡這間葡萄店 這個葡萄店 我喜歡吃到有一點點 很少的味道 不是只有忌廉 而且呢 我喜歡這個葡萄店 就是它的質感 這個葡萄店 每一口咬下去 就很像一口咬到門 你覺得澳門的好吃 還是這裡的葡萄店 葡萄店 葡萄店當然是這裡好吃 我很喜歡吃這個葡萄店 是很特別的 它贏了兩個 competition SILVER 我每次早餐都是在那裡吃的 它是沒有那麼甜 是跟澳門和香港的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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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凍 但是它凍得凍 表面 它焗起來是脆的 我覺得這間是挺好吃的 甜之外其實是有一點焦香的味道 葡萄人吃葡萄是要一口的 就是不可以生氣的 每次每次都要用 現在就是用這個葡萄吃 我們葡萄之類 完成了 總結就是 都是回香港吃的 拜拜 拜拜